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谈的是相爱的生活 你今次跟大家讲的是相爱的生活 这个爱的生活的学习真的不容易 小孩有他自己爱的一种表达 青年也有他的表达 大人也有他的表达 老人家也有他的一种爱的方式的表达 常常在家里会有一些意见不合 其实就是表达自己内心的关怀的想法方式不同 所以这种爱的表达真的是一门学问 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 觉得用这种方式给孩子是一种爱的付出 但是孩子不见得懂的 他认为他要的不是这样 他觉得不是这种方式 他觉得不是这种方式 他发现了一个事实 就是对一种爱的生活的表达 不一样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 只适合你个人而已 不代表就适合其他家里人 那到外面也是一样 去到外面也是一样 别人的方式也不见得就是我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 人家的方式不见得我可以接受 所以怎么办 那人的世界就有产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那人的世界就产生很多不愉快的事 但我们还是终究要回归到圣经里面的说法 但我们终究都会翻读在圣经的讲法里面 我们不要讲到我个人怎么认为 我个人怎么想 我个人怎么想 那是你个人的想法 但是圣经却不是 神就是这样启示 就是这样说 我们就是努力做到那个神说的方式 因为他的结果是会让我们得救 他的结果是让我们活出生命的见证 他就是为了我们活出生命的见证 这个跟我们一种爱的方式的想法是不同的 这个跟我们爱的方法是不同的 是神的交代的这种道理的方式 是神交代的道理的那种方法 是经得起考验 是经得起考验 是一个得胜的生活 是一个得胜的生活 所以我们本着圣经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我们本着圣经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先来请看约翰福音13章 我们看着韩福音第13章 约翰福音第13章 请看34节35节 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 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了解一件事 彼此相爱的生活不是你我发明的 在这里记载很清楚 是神命令要这样做 所以很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 主命令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祂甚至用祂自己爱我们的生命过程 然后要我们也学习主的爱的一种生活 也都学习祂爱的一种爱的方法 所以35节说 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生活 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生活 世人就看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 所以从这里能够让我们明白 由这里我们可以明白 我们讲话要实在 我们讲话要实在 要凭爱心 要凭爱心 而不要看人的高低 更不要缺乏爱心的话语来对待人 更加不要用缺乏爱心的话语去对待人 这样你就没有办法遵照主耶稣的命令了 所以主耶稣吩咐应当行信仰生活的内容 其中这个相爱的生活真的是占了圣经道理的重要部分 其中爱的生活是佔了圣经道理的大部分 这里主耶稣办完洗脚礼以后 他特别提醒他的门徒 你们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所以我们想想看 你只要是神的儿女 基督徒 是门徒 你就必须一定要学会彼此相爱的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2章 马太福音22章 二十二章的三十四节一直到四十节 马太福音22章三十四节 马太福音22章三十四节 法利财人听见耶稣堵住了 杀都该人的口 他们就聚集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 就问他说 夫子 律法上的戒命 那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戒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三十九节 其次也相仿 就是爱人如己 这两条戒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光 在这里 杀都该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这种事情 这里杀都该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 所以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辩驳 所以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辩驳 最后耶稣说 神不是死人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而是活人的神 你们以后会看见我 会从死里复活 后来有一个法利塞人 他是一个律法师 律法师也会被称作文士 律法师也被称作文士 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领袖 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领袖 是专门抄入圣经解释圣经的人 是专门看圣经解释圣经的人 他来试探耶稣 他来试探耶稣 他说在神的诫命 神的律法书上面 最大的是哪一条诫命 耶稣直接回答 就是爱神 他说另外 又有一个也是一样大 就是爱人如己 就是爱人如己 这两个诫命 这里讲得很清楚 在世事节说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所以也就是说 新旧约里面所有道理的中心 只有一个字来表达 所以就是申求约所有道理 有一个字来表达 就是一个爱字 就是一个爱 你爱神吗 你爱不爱神呢 你爱人吗 你爱不爱人呢 这两个要坚固 你不要只有爱神 你不要只爱人 你贪爱你的家庭 你只爱人 你愧对神 那你爱神 那你爱神 守道理 要行道理 要行道理 你自然会爱人 因为你为了守神的道 这是圣经新旧约的真理的总纲 它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是甘心乐意的 我遵守神的话 我愿意这样活出爱的生活 这是你愿意 而且神祝福 的一种见证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彼此相爱的生活 并不是口头嘴巴讲一讲 彼此相爱的生活 就不是口讲一讲 或者有选择对象来做 不是说选择对象来做 要学习的空间实在很大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来谈 相爱的生活 要做到这种生活 要做到这种生活 要有什么样的见证 要有什么的见证 要有什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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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们只讲相爱的生活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 常常出问题 所以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不管在家里 不管在家里 在社会 在教会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它 所以我们必须去了解它 这个跟年龄大小没有关系 你只要愿意做 你只要愿意做 你就会学会 你就会学会 你不愿意做 你要吃很多的苦头 你就会吃很多的苦头 甚至在家里两代之间不能沟通 甚至在社会 因为我们必须而且一定要做的生活 要有什么样的见证表现 有什么的见证和表现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十五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 四章的十五节 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 唯用爱心说成实话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 你真的要过一个相爱的生活 你真的要过一个相爱的生活 一个目标 要联手于基督 要联手于基督 这个很重要 我为什么相爱 刚才前面我们知道 是主命令 是一个重要的信仰生活 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然后从哪里做起 从讲话 这里是用爱心说成实话 其实我们中文翻译成用爱心 中文翻译成用爱心 在原文里面 它是讲在爱中 在原文说是在爱中 这个有点解释上的句 在爱中里面说成实话 在爱中里面说成实话 换句话说 你不说成实话 你说谎话 并不是在爱中里面 你不说成实话 说方话就不在爱中里面 这样怎么能够 联手耶稣基督的道理 那你怎么可以联手于耶稣基督的道理 这样怎么能够通到耶稣基督的生命 你怎样能够通到耶稣基督的生命 所以原文的意思很清楚 要在爱中说成实话 约翰一书里面这样强调 约翰一书这样强调 如果一个人不在爱中里面生活 如果一个人不在爱中里面生活 他是住在死中 他是住在死里面 不是在永生里面 他不是在永生里面 所以他说心中有爱的人 他说心中有爱的人 就是离开死地 然后进到永生 就是离开死地去到永生 所以后来又继续讲 后来继续讲 爱心不是只有挂在眼里跟舌头上面 爱心总要在行为和存在上面去表现 爱心在行为和诚实上都要表现出来 这些说法 都在圣经里面记载 目的就是要我们联手于基督 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要想想我是凭着爱心吗 有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 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 简单的另外一个表达 也就是说要在神的道理里面说诚实话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聪明 觉得自己在社会关系很好 觉得自己在社会关系很好 觉得自己有各方面的能力经验 觉得自己各方面有经验能力 所以讲话就不在神的爱中里面诚实说 所以说话就不在神的爱中里面诚实地说 便来便去 就是便来便去 出意反意 甚至不凭良心说话 甚至不凭良心说 你以为人不知 你以为人不知 其实神知道万人和万人的心 也神知道万人的行为 神也都知道万人的行为 所以这里讲得很好 所以这里讲得很好 要在爱中说诚实话 要在爱中说诚实话 这样我们才能够凡事长进 这样我们才能够凡事长进 而且能够跟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 所以这个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这条路线 它的影响很大 我们来看16节 我们看16节 二福所书4章16节 全身都靠偷联络得合适 百节 国安奇迹 照着身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在这里 当你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 你会长大成熟 而且会连接耶稣基督 而且连接耶稣基督 这个时候就会看到很大的效果 这里我们看到很大的效果 16节 全身靠着耶稣基督联络得合适 全身靠着耶稣基督联络得合适 这个全身就讲着教会 全身就是讲着教会 教会里面大家是每一个肢体 教会就是一个肢体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用恩赐 彼此互相帮助 大家就在神的家中 爱中里面建立自己 所以16节 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 宗教信仰的原则 所以从爱心说诚实话做起 用爱心说诚实话做起 个人长进 联手基督 然后建立神的教会这个身体 那对我们每一个人相爱的生活来讲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相爱的生活来讲 16节带出来的是一种 宗教信仰的伦理生活 16节带出来的是一种 宗教伦理信仰的生活 所以当我们谈到圣经许多道理的时候 我们讲到圣经很多道理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忘了圣经里面 其实也在强调有关 宗教伦理道德的生活 所谓的伦理 是一种规范 是一种秩序 像我们在家庭里面生活 有阿公阿妈 有爸爸妈妈 有孩子 甚至有孙子 那一个家庭要和睦 要发展 彼此之间的长幼有序 的伦理关系不能没有 到底孩子是爸爸还是 你的父亲是爸爸呢 这个要有一个伦理关系 在宗教神的教会里面 也要有这种伦理秩序的关系 在宗教神的教会里面 都有这种关系 我们想看看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我们想想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200多万人 如果没有很好的秩序管理 如果没有很好的秩序管理 要怎么行走 要怎么行走 要怎么安逸 要怎么安逸 想过吗 有没有想过呢 所以这件圣工很大 这件圣工很大 有时候 在家里生活才几个人 有时候家里生活才几个人 但是你带得好吗 但是你带不带得好呢 沟通得好吗 沟通得好吗 孩子听你的话吗 小孩没有没有听你说呢 你的话有力量吗 你的说话有没有力量呢 这个就反映出你的家庭的 宗教教育的伦理生活好不好 这个就反映出你 家庭宗教的伦理生活好不好 如果能够用爱信说诚实话 如果用爱信说诚实话 联手耶稣基督 自然的就有很好的宗教信仰伦理生活 自然就好好的宗教信仰伦理生活 我们做孩子的 愿意这样做 将来你成立家庭 你的家庭也会有这种生活 你的家庭也会有这种生活 你对你的长辈没有这种学习 你对你的长辈没有这种学习 你要怎么期待你的孩子 也要有这样一个好的爱的生活呢 你欺负长辈 你欺负长辈 一样你的孩子也会让你痛苦 这个一定的 这个一定的 这个圣经里面其实很强调这种相爱的生活 其实圣经里面很强调这种相爱的生活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请看罗马书十三章 请看罗马书十三章 罗马书十三章 八节到十节 八到十节 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 凡事都不可欺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欺欠 因为爱人的 就完全了律法 尽那不可奸任 不可识人 不可偷渡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戒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 即一句话之内了 十节 爱事不交害于人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在这里我们看到彼此相爱的生活 这里我们看到彼此相爱的生活 它会完全了神的律法神的道理 它会完全了神的律法和神的道理 我们注意看这个字眼 很多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信仰生活 很多圣经教导我们的信仰生活 很少有说用一种信仰生活 然后能够去完全了神的律法 好像说有一种方法 就可以完全了神的律法 这里讲彼此相爱的生活 这里讲彼此相爱的生活 你想想看 圣经这样写 圣经这样写 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会有冲突 会有冲突 不能相爱 是因为人对圣经神的道理的了解度不一样 是因为人对圣经的了解度不一样 那我们了解的 可以跟不了解的人做一般计较或吵架吗 我们不可以跟不了解的人一般见识呢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不可以这样 我们要担待 跟他长大 要长大 跟他明白 给他时间 给他时间 给他机会 如果能够到我们一样的程度了解 至少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种相处 如果大家都可以一起了解的时候 就可以好好相处了 那不懂得的人 如果不懂的人 你要努力追求 你要努力去追求 你不能一直用个性脾气来放纵自己 你不可以用个性脾气来放纵自己 你不进步就麻烦了 你不努力也是一个问题 你不努力也是一个问题 你要怎么在这个家中生活 你要如何在这个家中生活 你自己要去想 因为彼此相爱的生活 他才能够完全的绿化 他才可以完全了律法 台湾最近要选总统 偶尔会看一些新闻的报道 大家互相攻击 大家互相攻击 那在攻击别人的时候 就是强调自己很好 在攻击别人的时候 就是强调自己很好 有时候内容会发现 哎呀 这么可怕 有时训言的内容 哎呀 这么多苍疤 这么多苍疤 哎呀 从来以前不知道 在哪里来都不知道 有的是随便 随便 误会控告别人 有些是随便的誤会控告别人 错了 也不道歉 你发现这种政治人物的生活 你发现这种政治人物的生活 非常非常的没有用爱来出发 是非常没有由爱来出发 嘴巴讲那么多政策 但是真的用于社会百姓的那种福利 确实吗 但是真的用于社会百姓的那种能力有没有呢 看不出来 看不到 香港最近有一个大新闻 香港最近都有一个大新闻 有一个姓陈的男士 有一个姓陈的男士 他是有名的演艺圈的人 他是一个有名的演艺圈人物 他去照了不雅的照片 对七个有名的演艺圈的艺人 他拍了七个演艺圈艺人的匹牙照片 这个人一份的尊重都没有了 这个你一份尊重都没有 当初在一起 当初我们在一起 拍人家没有穿衣服的相片 要拍人家没有穿衣服的相片 后来又流出来 这个伤害很大 这个伤害很大 你如果用爱尊重对方 如果你用爱尊重对方 你觉得有些行为是不妥的 有些行为是不妥的 你面对一个人要负责 你面对一个人要负责 这七个有的人已经结婚了 有的生了孩子 他怎么面对他家庭 他孩子长大他要怎么面对 他孩子长大 这个社会现象真的太黑暗 有的人就用这样的事情来 当作一种快乐 有的人就用这种事 当作一种荣耀 一种荣耀 但是他不知道每一个动作 都在伤害别人 所以人非常的自私自利 非常现实 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人 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人 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神特别交代我们 神特别交代我们 要过一个相爱的生活 要过一个相爱的生活 而且当我们有这份心追求的时候 而且当我们有这份心追求的时候 我们付出的爱的生活的见证 我们付出我们生活的见证 就能够完全了神的律法 意思就是说可以做到神 对我们的吩咐和要求 就是做到神对我们的吩咐和要求 这个感觉不错 这个感觉不错 当我们做出来是一种好的见证生活 当我们做出来一个好的见证生活的时候 我们应该多做这样的生活 我们应该多做这样的生活 然后在主面前站立得住 然后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请看以弗所书 我们看以弗所书 第五章 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一节二节 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 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 所以联盟该下法神 抱着梦池爱的依类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写了自己 当属兴乡的公物和祭物 献于神 在这里保罗教导以弗所教会将手 要效法神 像神一样凭爱心行事 后面就讲到 爱心能够成为美好的祭物 爱心可以成为美好的子物 所以今天为什么 我们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因为爱心能够成为美智性的神 因为爱心可以成为美智 我们可以献给神的祭物很多 其中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爱心的生活 其中一个就是有爱心的生活 它可以当作漂亮的祭物 献给神 它可以当作一个漂亮的祭物献给神 那你想想看 你想想 我们如果不注意 常常伤害别人 包括家里 包括家里 那我们就是没有做好献祭的事情 我们就是没有做好献祭的事情 这里说 爱心可以当作新香的祭物 这里说 爱心可以当作轻香的祭物 献给神 当神吩咐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 当神吩咐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了解 为什么神这样说 为什么耶稣这样交代 他亲自把自己留在十价上 然后用爱去成就了这个十价救恩 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他的爱心的生命见证 成为美好的祭物 献给父神 成就表现在我们世人身上 所以我们应该要效法他 所以我们应该要效法他 但我们所做的永远不及他的万分之一 我们所做的永远都不及他的万分之一 但是我们也要有这份心努力去做 但我们要努力去做 我们不能说故意忘记 我们不能故意去忘记 甚至没有心来做 甚至没有心来做 你一份爱心 你一份爱心 小小的动作 小小的动作 对人的帮助是很大很大 你一份伤害人的动作 你一份伤害人的动作 对人的冲击是很大 对人的冲击也很大 甚至毁谤 甚至是毁谤 攻击 有时候弥补不过来 甚至都弥补不到 那你是用什么态度献给神 那你是用什么态度献给神 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留意的 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留意的 真的有时候一句话 你不要小看他的力量 你不要小看他的力量 有一次 有一次 去看一个目道者在医院 去看一个舞蹈者在医院里面 他下一条真耶稣教会的传达 还有一个负责人去看他 他下一条真耶稣教会的传道和负责 会去看他 他认为家里的人来看是不错 没有想到教会的人都会来看 结果就讲很简单的话 不用担心 我们会帮你祷告 就这一句话 真的一起祷告 按手 那个目道朋友 他感动得流泪 就在他感动流泪的时候 他自己 向神祷告这样说 他自己和神祷告这样说 等我病好 我一定要到真耶稣教会目道 等我病好之后 我会到真耶稣教会去舞蹈 其实那时候他这种感动 志向他没有跟人说 他当时拿这种感动的志向去舞蹈 后来 我们就到他家里 他出院就到他家里做家庭聚会 后来他出院之后 我们去他的家里做家庭聚会 后来就来教会目道 后来就来教会目道 后来得到圣灵 后来得到圣灵 全家七八个来受洗 全家七八个都来受洗 在做见证他就讲 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 今天为什么会来 真耶稣教会目道 我要感谢 尊神耶稣基督的带领 我要感谢真神耶稣基督的带领 但是 我的内心的改变 在一次的体验当中 有了这样的感动 在一次的改变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感动 那这个时候 我们当传道也忘记了那一次去医院的探访 当时我们做传道 已经忘记了这次的探访 那件事我们没有摆在心上 那件事我们没有摆在心上 但是也为他们叫你祷告 他做见证就讲 他做祷告 我为什么会有感动立志 要来征述教会 为什么我会感动立志 就是那一次我没有想到 传道和一个负责人来医院看我 帮我祷告 就是没有想到 传道和负责人会来医院看我 帮我祷告 然后讲一句话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我们会为你祷告 这句话大家都会讲 这句话大家都会讲 你会讲我会讲 你会讲我会讲 他也会讲 他也会讲 但是神要动功就很奇妙 但是神要动功就很奇妙 这么一个平白的一句话 这样普通的一句话 神动功 就在他的内心里面 看到了一种圣灵的引导 就是在他的内心里面 看到圣灵的引导 他的哭不是乱哭 所以他哭不是乱哭 我们有时候哭在哭什么 你想一想 有时候我们哭什么 我们想一想 有时候小孩子的哭 有时候很幼稚 有时候小孩子哭 都哭得很幼稚 问他为什么哭 问他为什么哭 他说哥哥说他不再跟我玩了 就这样哭 他说哥哥不再跟我玩了 所以我哭 你哭什么 我们大人哭什么 孩子不给我钱 小孩子不给我钱 那哭什么 那哭什么 你哭什么内容 你哭什么内容 哭 先生赚的钱比人家少 哭我先生赚的钱比人家少 这样哭有意思吗 那哭有什么意思呢 那不是出自于圣灵 那不是出自于圣灵 那一次很简单的话 那一次很简单的话 圣灵动工 记在心上 神就引导全家来信主 所以当时他做见证 我们大家听得感动 所以当时他做见证 我们大家听了都很感动 不要小看一句平常的话 他的力量影响很大 有时候我们很繁忙 有时候我们很繁忙 弟兄姊妹会说 哎呀 帮我带导 但兄姊妹说 帮我带导 哎呀 帮我关心 帮我关心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 你忙 你忙 家里有事 家里有事 我只是顾不到我管你干什么 我自己都管不了 你如果讲这句话 他一辈子忘不了你 如果你讲这句话 他一辈子向神祷告说 这个人没有爱心 他会一世跟神祷告说 这个人没有爱心 你做不好这件事 而你没有反省 你做不好这件事 将来你见主耶稣 主耶稣问 为什么那时候你这样讲话 以后你见主耶稣 主耶稣问你 为什么你那时候讲这句话 我们讲话要负责任 我们讲话要负责任 不是随便讲 也不要说谎 也不要说谎 不要乱讲 不要乱讲 你知道你爱心的言语 爱心的侍奉 成为祭物性的神 所以当我们得到神的同工 我们得到神的同工 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多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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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次认为自己厉害 神以后不会跟你同工 你一次认为自己厉害 神以后就不会跟你同工 因为你太幼稚 因为你太幼稚了 因为你太不懂事了 因为你太不谦卑了 你太不谦卑了 你太没有被神同工的条件 你太没有被神同工的条件了 你这个要非常留意 所以这个要非常留意 神要我们用爱心的事 来当作祭物献给神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过一个 彼此相爱的生活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我们再来看 最后要谈的 彼此相爱的生活 就是一个爱的生活见证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十二章的三十一节 十二章的三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 你们要切切的求 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罪美的道指示你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 十二章到十四章 十二章到十四章 都在谈在神的教会里面的属灵的恩事 然后这里说 更大的恩赐 最奇妙的道 是指着什么呢 就是指着十三章讲的 那个爱 那个爱是生命的爱 是永不知行的爱 如果没有生命的爱 它是维持不了长久的 它经不起劳苦的考验 因为没有生命 它是有目的的 是有目的的 它是要占别人便宜的 它是要占别人便宜的 那这种不是永不止息的爱 这种不是永不止息的爱 一个永不止息 永恒的爱 就是指着有生命的爱 永恒的爱就是指着有生命的爱 这种爱它的特色就是一个最大的恩赐 真的 我们或许会有其他的恩赐 或者我们会有其他的恩赐 你会讲大 你或许会广东 会翻译 会施情 会临时 会祷告 会访问 或者许多的圣公的恩赐 或者有很多圣公的恩赐 但是 你如果没有那个爱 但如果你没有爱 你这些恩赐 只是一个壳子 你那些恩赐 都只会有一个 如果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 你这个恩赐 只是一个空壳子 你的恩赐只是一个空壳 没有什么造就 没有什么造就 只是看到你在做 只是看到你在做 但是没有那个生命爱的见证 但是没有那个生命爱的见证 这有什么用 那有什么用 神要的不是这样 神要的不是这样 而是要出自于那一个 有生命的爱的这种恩赐 然后出自于有生命爱的见证 我常常发现有很多人 虽然没有特别的恩赐 我发现很多人虽然没有特别的恩赐 但是做人很实在 但是他做人很实在 能够默默地护出 可以慢慢地付出 而且他有那种爱的动力 而且他有逐个宗爱的动力 比如说我们跟别人握手 他如果很诚恳 他如果很诚恳 在握手的时候 他的眼睛是对着你看 而且握手的时候 那个压的力道是刚刚好的 他握手的力度是刚刚好的 跟你握手 跟别人讲话 你就知道这个人 有没有爱心诚恳 握手的时候 如果跟其他人讲话 你不要小看这些动作 你不要小看这些动作 如果他出于爱的诚恳 如果他是出于爱的诚恳 那个动作虽然很小 但是很尊敬你 那个动作虽然很小 但其实很尊敬你 对着你说话 对着你看 对着你看 等你讲完他才讲话 等你讲完他才讲 不然你会发现这个人很没水准 如果不然你会发现这个人很没水准 我不愿意别人这样对我 我不愿意你这样对我 那我也不要对别人这样 我也不要这样对人 从很多事情你要去注意 有很多事情你要注意 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动作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动作 出于爱心的诚恳 出于爱心的诚恳 但是也会表达你的成熟稳重 也会表达你的成熟和稳重 所以这个小小动作 其实都是一种很大的恩施 所以这个小小的动作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恩斥 杨耶翰长老大家都认识 可能年轻人不认识 可能年轻人不认识 香港早期成立教会 他常常来这里关心 我到现在都一直在听到 朱雅各长老在讲这位长辈 我到现在都常听朱雅各长老 讲这位长辈 想到他胜功认真的态度 想到他胜功认真的态度 朱长老也是社会很有经验的人 要让他佩服的人也不容易 要让他佩服的人也不容易 一直心中记得杨耶翰长老这个人 他一直心里都记得杨耶翰长老这个人 他很诚恳 他很诚恳 因为他过世了 蒙主召回了 我们可以讲 因为他过世蒙主召回了 这个还活着的人 我们讲的就不太好 如果还在这里 我们讲的就不太好 人会变 有时候现在很好 以后不好 有时候人现在很好 将来会变 那现在不太好 不见得代表他以后 不会变好 也会啊 现在不好 不见到他将来不会变好 他这个人很诚恳 他这个人很诚恳 自从 在神学上课 他教我们的时候 自从在神学院上课 他教我们的时候 他真的非常有爱心诚恳 他真的非常有爱心 和诚恳 他有肺病 他有肺病 但是他常常帮我们加课 礼拜六 礼拜天继续上课 那我们看到他的精神 我看到他的精神 被他的爱的动力感动 被他爱的动力感动 所以我们也不回家 只要杨章老师 要加时间课程 我们都配合 我们学到的是他那个爱的精神 当他要咳嗽受不了的时候 他上课停止 跑到比较远的教室 他一直在那边咳嗽 完再进来 然后很用心的教 他的爱的诚恳 真的感动了我们 我们也希望跟他学习 这种爱的精神 我们都希望学习他这种爱的精神 那我们到底给别人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到底给别人什么样的感觉 应该聚会不聚会 应该做成功的时候不见到你 你在哪里有一种爱的服侍主的精神 你没有领受那个爱这么大的恩赐 你没有领受我这个那么大的恩赐 这个可以领受 可以追求 可以追求 但是你的爱的精神要出来 但你爱的精神要出来 不要藏起来 不要被天气的影响 不要被天气的影响 不要被自己的一个想法主导 记得后来被派到美国协助成功 记得后来被派到美国协助成功 我以一个小小的年纪三十出头 派到美国去帮忙 我以一个小小年纪三十出头 派到美国帮忙 那个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的圣经讲习会 美国总会安排我们这个小小年纪的传道在讲 杨越汉长老我非常佩服 他不但参加 而且坐在第一排 我们讲的东西他很认真听 像晚上两三个小时 白天七个小时 坐在那边听 没有打瞌睡 而且七十几岁 而且他七十几岁 真的很佩服他 真的很佩服他 很难得 一个长辈经验这么多 一个长辈经验这么多 他是在大陆 我们今次叫总会 最后一批的总会护者来的 他在外甄业所教会大陆 总会最后的责任 后来 这个国民党淪陷之后逃到台湾 他又回来了 后来国民当轮陷之后 他去到台湾 他也要回来 在台湾继续 台湾总会的胜功 在台湾也继续协助台湾总会的成功 我们有一百多个长辈 都是他的学生 我们有一百多个长辈 都是他的学生 曾经到长辈也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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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到长辈也是 徐东宁长辈也是他的学生 徐东宁长辈也是他的学生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他口中听到 他说那些都是晚辈 哇 他学生没有这样讲 我没有听他说 那些是我晚辈 那些是我老生 只要一出来当长辈 他都尊重 那我跟他年龄差那么远 我跟他年龄差那么远 他现在还在年纪 也跟朱长老差不多 如果他现在还在 应该跟朱长老差不多 那我一个三十几岁 我因为三十多岁 他七十几岁 他七十几岁 多我至少四十岁 他起码大我四十岁 但是他用爱的精神鼓励我们 但是他用爱的精神来鼓励我 坐在那边认真听 坐在那边认真听 我甚至下课还跟他说长老 你累 就到旁边休息 我问他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 我问他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 他真的鼓励我 而且会问 你妈妈好吗 他会关心别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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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常常太自私了 没有关心别人 没有关心别人 以自己的家庭为主 别人算什么 别人算什么 教会算什么 教会算什么 我们这样就没有领受爱的恩赐了 我们这样就没有领受爱的恩赐了 所以这样的长辈圣工人 很容易让人纪念 会学习他的爱的精神 会学习他的爱的精神 到处到其他国家传福音 所以到处去到其他国家传福音 多少人信主 培养了多少工人 培养了多少工人 但是我们看到他爱的精神 但我们看到他爱的恩赐 他爱的恩赐 有可敬佩的人 我们要学习 有可敬佩的人 我们要学习的 活着的人 我们不要先讲 如果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因为以后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这样努力追求 我们要这样努力追求 这个可以成为我们的恩赐 而且圣经说是最大的恩赐 为什么这个恩赐 要称为奇妙的道 因为神一切的恩典 他的救恩 就是一个爱字 就是一个爱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耶稣基督用爱进入这个世界 用爱来爱世人 所以这是奇妙的道 是释迦救人的道理 所以我们领受这个奇妙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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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听进去了 明白了 愿意立志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出自于神 因为出自于神 我们来看十三节 我们看十三节 这里说 如今在世界永远长存的有三件 现在永远长存有三件 有信 有信 就是信心 就是信心 盼望 爱心 圣经没有说永远长存的是你的股票 你的财富 圣经没有说永远长存的是你的股票 你的财富 或者你的肉体生命 或者你的财产 或者你的财产 你这一代很努力赚 可能你下一代帮你卖光光 这一代你很努力赚 或者下一代会帮你卖光 这都很难讲 这些都不是永远长存 这些都不是永远长存 但是神的国要纪念是永远长存 第一个信心 第一个是信心 第二是盼望 第三是爱心 第三是爱心 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永远长存 最大的就是爱心 永远长存 最大的就是爱心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这个爱的生活见证 它表明是属灵的大恩事 它表明是属灵的大恩事 是神奇妙的道 是神纪念永远长存的事情 是神纪念永远长存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过一个相爱的生活 所以我们必须要过一个相爱的生活 所以从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做这个清楚的了解 我们可以做一个清楚的了解 重点是我们要不要做 如果愿意 如果愿意 你一定是神喜欢的人 你一定是神喜欢的人 你走到世界各个角落 神都与你同在 不是只有在香港喜欢你 然后到别的地方 不喜欢你 绝对不会 所以神看得很清楚 你的付出 你的愿意 你的投入 你的见证 神都记得 上诗 126首 126首